嗨,我是劉奶爸 这一节我们来讲SSL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网站 已经开始在他的网址列这边有出现https 然后会秀出安全或是一个锁头的这个标示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 我自己的blog 你看这边就有写个安全一个锁头 然后https这种标志 那它主要有两个目的 其实它功能很多 然后非常非常的复杂 但是一般说完了大家也听不懂 我们只讲两个我自己知道的 而且最主要的功能 第一个是早期像银行这种需要填写账号密码 然后登陆进去作业的网站 它一定要有https 也就是SSL加密机制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这边 比如说登陆账号密码的栏位 比如说登陆账号密码的栏位的时候 这样子的资讯是很重要的 而且它关系到你的钱在银行里面 所以呢在登陆的时候 这种状态的网站一定会有 你看上面有https加密的机制 那这个加密的机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你传输这个帐号密码的过程当中 会加密 所谓的加密就是这个资料 这个账号资料跟这个密码资料在传送的过程中 它是会打成乱码 也就是你输入这个数字会变成乱码 在传输的过程 它是编辑成一个乱码 传到对方的电脑 对方是什么电脑 就是这个伺服器 放网站的这个伺服器 从你的自己的电脑传到对方的电脑 这段过程的资料是被打成乱码的 那打成乱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有骇客从旁边去侧入的时候 所谓的侧入就是你在资料传输的过程当中 在中途被骇客截取走了 你的那个传输的讯号 因为讯号都是电子讯号嘛 那个电子讯号被截取走了 然后人家看到 人家把它打开看到 里面是乱码 所以它就看不到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S的话 只有http的话 它其实是用明码在传输的 所以你在传送的过程当中 它会看到你输入的字是什么账号 是什么密码 它会看得到 那它就可以因为得到你的这个账号密码资料 它就自己去输入了 它就可以登入到你的银行账号里面去了 所以呢 早期在SSL 它着重的是你们在传送资料的过程是必须加密的 这是属于安全性 那第二个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呢 也不是说最主要的就是大家越来越重视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Google它在2014年的时候 它已经公开宣称 https将会当成是一个优化排名的指标 所以如果你的网站没有https的话 跟另外一个你的同页它是有https的网站来比较的话 那其他因素我们都先排除 光是这两个一个有https加密 一个没有加密 那一个有加密的网站 它的优先顺序会在你前面 所以大家就开始紧张了 如果网站希望排名排得比别人优先的话呢 那你的网站就一定要有SSL加密 也就是网址会出现https 好 所以基于这两个重点呢 我们现在了解了 不管你是不是为了安全 我们是做网络行销 我们为了排名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启用https OK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的webally制作的官方网站 牛奶bub的网络行销懒人包 这个网站是有安全性的 是有https加密的 那怎么是怎么去启用呢 很简单 要不要付费 不用 不用另外付费 只要你是在webally加网站的 你通通都有https 这是这一年来新增的功能 以前是必须要升级到比较高阶的版本 才能够有https的加密功能 然后再来看到我的 wordpress.com的这个免费部落格 他也是有https的加密功能 怎么申请 很简单 只要是他的会员 本身就有httpsSSL加密功能 不用申请 本身就有了 好 再来看到 这个免费的wordpress.com 这是使用免费的版本 我刚刚这个是付费版本 所以我启用了自己的网址 自己的网域名称 而且有加密 然后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它是后面带着wordpress.com的域名 并不是全部属于我的域名 并不是 只有前面是我的名字 那它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完全免费的网址 它也提供https加密的功能 好 再来看到google 我的这个google的部落格 也是使用https的加密功能 然后再看到我的最早期的部落格 我的第一个部落格 是架在我自己家里的主机 我自己架设的 所以早期就没有https 你看它就显示出 你与这个网站的连线不安全 这是因为加到我自己家里的伺服器 那我自己家里伺服器 也没有去安装这个第三方验证SSL 这种凭证 OK 然后再来看到这个SSL 到底要多少费用呢 像这个中华电信 它的网站上面有讲SS的服务说明 罢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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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是不含网址的费用 网址是另外的网址便宜 一年大概几百块 但是这个凭证的费用是很贵的 但是我们如果是使用自己去做的虚拟主机 譬如说糖果主机 这个是外面虚拟主机 它有分各种SSL等级 譬如说单网域的只要293块每年 然后这个无限可保直网域数量 无限网域数量的是一年要4000多块 如果单一网域的话是293块 单一只网域的话是293块 如果无限只网域的话就是4000多块 那每一种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类别 有不同的价格 那当然我们其实如果你并不是一个很要求 譬如说购物车 你没有很要求它的保密机制 安全性机制的话 其实你不用买到最贵的 像我们为了要 为了要网页排序优化SEO 我们就买最便宜的也可以 但是它安装有一定的技术 所以这是有技术门槛的 那像你看很多银行 像这个 其实你从这个网址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银行对资讯化的要求程度怎么样 比如说这是日盛银行 那它的官方网站你看它就没有启用SSL 那可能不是很在意SEO的排序吧 可是你看它的网路银行 我点击网路银行点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网路银行它就为了安全性 所以它有加密的机制 好那你看这个玉山银行 我到玉山银行的首页 它首页就已经有加密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架设免费专业的部落格这个课程 我们使用的是这一种 你申请个免费的域名 然后直接申请完账号密码就可以在里面架设部落格 属于内容创业内容行销的形式 它内建就已经有免费的HTTPS 你不用再花任何一码钱去申请昂贵的SSL机制 ok好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边 希望你对SSL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也希望各位可以善用这些内容创业内容行销 它完全免费的特性去开拓你的事业 让你免费五本创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